其实每个政府部门都有政府部门该负的个别的责任 那外交部长就是在外交上不断的突破我们的外交空间 国防部长他的角色就是捍卫台湾的安全 陆委会就希望能够建立起两岸之间比较良性的互动的一个平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分工 不表示完全所谓的黑脸跟白脸 对岸对我们的这个军事威胁是实际的存在的甚至增加的 所以我们国防部长采取一个强硬立场是绝对的 可另一方面陆委会或者是海基会 本来他的角色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所以采取一个相对比较软的立场也好 或者相对比较采取对话的立场 这也是可以预期跟理解的 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其实它恰巧是一个创造性的模糊 因为可以让两岸之间可能找到一条求同存异的路 同时能够坚持我们自己的主张 维护台湾最大的利益 所以在一中各表 然后在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前提之下 我觉得反而是一种可以思考的方向 国防实力的增加 还有我们外交实力的增强 还有两岸关系寻求一种稳定的一种未来 其实恰巧也是 我觉得在探讨这个议题里面 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视野的讲法 所以也不只是只是在国防 或者不只是在外交 或是不只是在两岸里面 应该用比较全面性的视野 比较更有高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两岸又有非常绵密紧密的经贸关系 特别我们大量的台商在大陆经商 而且台湾的对卖贸易里面 在大陆这个部分贡献了很大 因此邱泰山这样的一个论述来讲 既兼顾了实际 那其实又反映了 就是在这个部分 确实两岸关系需要很弹性 针对近期包括解放军的飞机 不断在我们防空视频 西南空域进行活动 对台湾袭扰 骚扰 或形成某种安全威胁的态势 这个状况下 他的发表的谈话自然比较硬 这我认为也是起来有致 台湾所做的任何动作 除了传递讯息给对岸之外 也是要传递讯息给国际社会 最坏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会捍卫我们台湾的安全跟主权 到最后一刻 所以这个就是传递给国际社会的讯息 那至于对岸能不能正确的解读 尤其是我们我方提出的善意 这个当然由对岸来决定 但是只要对岸愿意放弃一些没有必要的前提 跟政治立场的话 两岸之间的负谈 或两岸之间的交流 随时可以进行 当你去否认说所谓的九二共识 尤其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它不是一种创造性模糊的时候 那很多民众也会问说 那什么是创造性的模糊 如果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那可能政府叫撕索 你自己拿出什么样的版本 是一个好的一个 你所谓的所谓的创造性模糊 而不是否定了一个途径之后 其实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更好的途径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执政的政府 必须得去真正是深思熟路